那 剛剛的話 從一圈的話 做了範例期的說明跟補述 讓我們看一下 這題題目是很相像的 題目是什麼呢? 來 已經知道 B 株 等明 C 株 然後 告訴我什麼呢? AB 代理什麼呢? AC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所謂的樞紐 它的邊在哪裡? OK 應該是存在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想像 一個 當以 A 為原心 給了兩個半徑 當我張開角度不同的時候 你怎樣證明 角 1 代理什麼呢? 角 3 是不是? 是 2 還是 3? 2 代理3 好 我把 OK 交給佳者 一致 AB 代理 AC 然後 B 株 等於 C 株 然後 做 BC 的中垂線 就會得到 這裡的角 1 跟角 3 就是 角 1 等於角 3 然後 等於 90 度 然後 這裡 這裡會產生一個夾角 然後 定它是角 2 所以 角 1 加角 2 會大於角 3 來 我們看一下 他所迅速的 來 他迅速 遇到一個問題 來 加者 你為什麼沒有用到 現段 AB 代理 AC 這是 多於的條件 不知道 他沒在你正宗 再也自己留下來 就再丟一個問題給你 如果這個是你們參加考試 你用這個方法 你的target的條件 你通通沒用到 你一起 你會被打勾嗎 你會得分嗎 應該是機會很大的 好 我們把這個問題保留著 不過我們還是留在網路上 先後來去探討 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家者這樣的錯誤違背了什麼 為什麼不行 一宣有話要說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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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多 第一排 最後一個罰站 就是我們把這條件拿在延長 這樣就跟他一樣 我們把這個圈等再畫回來 把這個圈等再畫過來 把這個圈等再畫過來 你要不要看一下圖 要不要看一下圖 要不要看一下圖 要不要夾到他夾 看那個角不一樣 從頭畫圖 來 畫大一點 再大一點 再畫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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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動 先不要動 廢話的人 數學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會算就好 多歲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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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把這個圈等三角形放過來這裡 那我現在把這個圈等三角形放過來這裡 然後開始下來 拍角的位置 那就可以找到這邊是 假設這邊原本是x 那因為它全的三角形 所以這邊原本是x 那這邊還會 整字塊中觀察到這邊還會多出一個小角 假設它是y 那 他現在要做的是這個角 我們找到這個角之後 然後拿到這個角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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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把你剪掉就好 你走邊了 你剛剛做明示片是對應的 從這邊做一個 你剛剛做的是對應的 然後我們從這邊再做一個前等 我先把你剪掉 然後我們從這邊的前等 這邊我把你剪掉 然後我試一下 然後我把你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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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你剪掉 所以這兩個角度是X,那這邊會多出一個Y嗎? 所以這一個角會大於這一個角 其實這裡面記得一件事情 你在做任何補助線,你一定要用到AE代於AC 簡單講,我問一個問題 我想它應該會存在一個問題 假設這是大的,這個是小的 假設這叫做1,這個叫做2 請問你這條叫做3 3會比2大嗎?不會 那3會比1大嗎?不會 我想你們在畫線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說過一件事情,一個東西叫存在性 你在做圖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用到AB代於AC 我想AB代於AC,它會有很多東西 因為你會試著去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是,假設這是AB 這是什麼呢?AC 你會以,因為AB代於AC 所以我以A為原心,AC為半徑 我一定可以找到什麼呢? 你畫幅之後 一定可以產生一條C的線 這條線,會落在AB跟AC的之間 這個東西,是你要用到的性質 好,你記得數學證明 我說過喔,數學證明跟不等次 尤其不等次,它的難度很高 你要知道什麼是已知 然後給了已知,你怎麼去用到類似的性質 好,這個是這個章節的重點 好,下課的方向 好,下課的方向